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学习2021年注册快递师考试 会计的行者计划第一轮直播课 那么我们整体课程都是直播课 也希望大家能够按时的来参加我们的直播课 那同时呢我们有社群 社群会有班导老师不断的去提醒你来听课 不断的去提醒你来做题 所以还没有加入到社群的同学 请你抓紧时间加入到社群当中 同时呢在这里我建议大家 原来我是要求 但是我要求也没有用 所以我建议大家能够在上课的时候 尽量全屏观看 不要打字 因为你每打一个字都会浪费对应的时间 你的心情 你在这个心里就想打这个字了 那我讲这个知识点 你也就遗忘了 同时在这里我告诉大家 比如说我现在讲到第一个知识点了 好 第一个知识点你可能没跟上 或者是你没听明白 或者是你压根就是心不战焉 标注上别纠结 往下听 往下听 等到整个都学完之后 要么你有可能毛色动开 要么你有可能再去回去听听回放 所以各位同学 你们都是成年人 不要在这里七嘴八舌的瞎白骨 我们目标很一致 我让你通过考试 但是这个东西不可能说 我让你通过考试 我就一定能 还是我俩共同努力 光我这边 死尽喊 死尽叫 没有用 自己得努力 好了 我们上一集呢 给大家介绍了职工薪酬 开了头 我们职工薪酬呢 给大家介绍了括号三 接下来我们看括号四 你也可以看到 这一张考试 考非货币性福利 它的概率很大 不管是客观题 还是主观题 考非货币性职工福利的概率很高 那说什么叫 非货币性职工福利 很简单 各位同学 马上要过节了 那过节单位不发钱 发什么 发木 比如说过年 发米面油 对吧 中秋节 发月饼 端午节 发粽子 圆腰节 发圆衣椒 亦或者叫汤圆 那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非货币 那对于企业以非货币的形式 发放给职工 准则要求 记住按公寓价值来进行计量职工薪酬 什么意思 两种情况 第一 如果这个产品是你自己生产的 那么你这个产品是有生产成本的 你能不能按照成本价 记录到职工薪酬呢 答案是不能 必须按照市场的公寓价 第二 如果这个产品是你买进来的 那买进来的本身 它就是公寓价值 所以这个时候 要不要再什么 按照公寓价呢 不用了 你买进来的就是公寓价 那准则呢 也给这里留了个口 说如果公寓价值不可好取得 我们可以用成本来进行计量 这块简单了解 最主要的是公寓价值 这块是最主要的公寓价值 那么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153页 有一个阶梯高手 我必须要强调 各位同学 我们准则说是按公寓价值 但是考试的时候 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 是增值税的一般大税人 那么并且告诉你增值税的税率 我自己生产的产品 记录到职工薪酬 这个是要含者增值税的 虽然准则没有说含增值税 但是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是一般大税人 并且有税率了 言外之一 我们要把这个增值税 要记录到我们职工薪酬的相关科目当中 那就是应付职工薪酬 那具体来看 首先第一个 以商品作为福利 那这个商品是哪来的呢 各位同学 这也是我们资产的产品 以资产的产品来作为福利 发放给职工 那在这里 大家一定要注意 按公允价值计量 所以我们是要确认收入的 那应该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主营优收入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相向税 同时 截转成本 借主营优成本 带库持商品 然后你会发现在借方有一个职工薪酬 对吧 你发给谁了 然后再按照受益对象 区分 生产车间 生产工人的生产成本 生产车间 管理人的制造费用 行政管理人 管理费用 工程人员 再建工程 所以借生产成本等 带应付职工薪酬 这道理很简单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要发给你钱 但我企业没有钱 怎么办 我先把我产品卖 对吧 卖完之后 我再把这些钱给你 那卖的话 应该是借银行充款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卖谁卖给你 借银行充款 带收入 带增值税 借成本 带库存商品 然后接下来 我再把这钱给你 那就借生产成本 带银行充款 俩银行充款 预约掉 那不是跟现在的是一样吗 看明白了吗 各位同学 所以记住了 我们将资产的产品 发给职工做福利 这块要确认收入 按供应价值 那么在这里 一定要再次跟大家说 今天直播间的所有同学 有一个算一个 我再次跟大家说 你们总说一个叫 适同销售 我再次说明 这个适同销售 它不是我们会计上的概念 适同销售 是税法上的概念 会计上压根就没有 适同销售 这一说 要么你确实收入 要么你不确实收入 没有所谓的适同销售 所以别瞎说了 不专业 考出块的考生 会计上说 适同销售 丢人 这是税法上的概念 一定要注意 这是税法上的概念 这才叫适同销售 啥意思 会计上不确认收入 税法说 你得确认收入 所以这才叫适同销售 我说清楚了吧 什么叫适同销售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产品 不是我们自己生产的 而是外购的 那刚才我说了 你买来产品本身 它就是供应价 那正常购路是 借库存商品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 带银行存款等 好 这是正常购路 接下来 你把这商品 发给职工 那同样如此啊 要确认职工薪酬的 借应付职工薪酬 带库存商品 看好了 原因我告诉你了 为什么外购的 不用带收入 因为准则说 你要按供应价值 计量职工薪酬 因为你买进来 本身 它就是供应价 所以这块不用 再次缺失收入了 但是根据税法规定 将资产或委托 加工的商品 用于集体福利 或个人消费 增值税的 进项税额 不得抵扣 哎 你当时是抵扣过的 那现在不让你抵扣 怎么办 这个昨天我讲过啊 要做进项税额的转出 但是如果你当时 买进来的时候 你就没有抵扣 那这个时候 还需要做 进项税额的转出吗 不需要了 所以你看 当时你做了进项税 那现在要做进项税额转出 当时你压根就没有底 你知道买进来的商品 就是要发给职工的 所以不需要做进项税额的转出 我说清楚了 这个非常简单 那考试考吗 考 难吗 没有一点难度系数 它的难度系数是零 OK 接下来 还是根据收益对象区分 借国内费用等 代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这是关于 将资产 或者是外购的商品 发给职工 进行福利的快处理 那接下来第二个 是将房屋租赁给职工 作为福利 那这房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我自己的房屋 第二个 是你租赁来的 你再把它免费提供给职工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 如果是自有的房屋 自有的房屋 我提供给职工了 那这个时候正常情况下 你自己的房屋 你是不是要提折旧啊 各位同学 那个折旧怎么提 如果是你自己的房屋提折旧 是不是应该是借 国立费用 然后代 累计折旧 这是正常提折旧 对吧 但是现在不是正常了 现在是给职工了 所以你提折旧的时候 先把它给我记录到职工薪酬当中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累计折旧 然后再根据受益对象 说给管理人员了 那好了借管理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明白了 你会发现 一借一代约掉了 跟我们刚才看了借管理费用 代累计折旧是不是一样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 借折旧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累计折旧 然后根据受益对象 借管理费用等 代应付职工薪酬 有同学不懂什么 叫根据受益对象 你把钱花了 你就是受益 对吧 那谁花的钱呢 是你是他 还是他 这叫受益对象 基本的这些 小学语文的工理 这叫受益对象 那么接下来 如果是租赁的房屋 不是我自己的 我是租赁的房屋 就相当于 比如说 这个贾 到了北京工作 那北京没房 说你来我们公司吧 来A公司 A公司给你租房 那租房你要付租金的 所以付租金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银行存款 各位 付租金的时候 是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银行存款 然后再去根据受益对象 你把这房给谁了 那借国力费用 代应付职工薪酬 还是根据受益对象 我说清楚了吗 那么在这里 要给大家说一点问题 比如说 这房是我自己的 我把它租赁给职工 刚才说是免费给你使用 对吧 刚才说是免费给你使用 那现在我说 租赁给职工 各位同学 你告诉我 这个叫不叫 投资性房地产 叫不叫 你不用给我打字 你就在脑子里想就行了 我不需要你给我打字 刻上 你记住 我需要你打字的时候 我会告诉你 所以我一直建议大家 能够全屏观看 那些不听话的 你自己想一想 你是特殊材料吗 所以记住了 它不叫投资性房地产 我们说将自己的房屋 按照市场价格 租赁给职工了 不叫投资性房地产 这点一定要注意 考过吗 曾经考过 OK 在我家还有一种情况 那这个企业好到什么程度呢 说来来来 在我这工作 好 你工作十年了 不错哟 这样你再工作十年 我现在就给你房 当然这房不是白给的 有可能是我按照市场价格买过来 比如这房屋值500万 我只以100万的价格 转让给你 那这种情况 你想一想 企业给职工提供的也叫非货币性职工福利 因为他给的不是货币 他给的是住房 所以在这个时候 各位同学 你要记住了 它也属于非货币性职工福利 来我们看一下 说向职工提供支付补贴的商品或服务 那这个时候呢 有的时候我们说 你规定了最低的服务年限 这房不是白给你的 这个房不是白给你的 柔情同学 你给我注意听 那么还有一程成二是什么呢 说白给了 这就看企业是否大方 这个等我们后边学到股份支付 其实这两个的作用差不多 一个是把房给你了 一个是给你股票 所以我们看一下购路住房时 那应该是借固定资产 带银行存款 毕竟你买房这还是你的资产嘛 所以应该是借固定资产 带银行存款 然后接下来向职工出售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这房500万买的 先来卖给职工 你掏100万就可以 借银行存款100万 带固定资产500万 那插格呢 这叫长期待滩费用 来各位同学 支援理 懂援理 用援理 这个地儿它为什么叫长期待滩费用呢 你想一想我这个问题 首先你要知道长期待滩费用 它是一项资产 对吧 长期待滩费用 它是一项资产 那为什么这个地儿会形成长期待滩费用呢 想一想 因为它满足了资产的定义 以及其确认条件 我们说了 你给我提供服务 对吧 如果你给我提供服务的话 那么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 金额能够可靠的计量 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尤其拥有或控制的 预期会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所以它既符合资产的定义 也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 那这个长期待滩费用 后续你在整个服务器内来进行摊销就可以了 OK 那摊销时 注意要通过职工薪酬 借应付职工薪酬 待长期待滩费用 那反过来 你根据收益对象呢 那给谁的 给国力部门的 那就借国力费用 给生产车间 国力人的 那就借制造费用 但应付职工薪酬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块我都说过 只有辞退福利这块 我们不按照受益对象区分 剩余的都需要按照受益对象区分 再来 我们看一下 如果没有规定服务年限 说我现在把房给你了 我不需要跟你签 说你一定要在我这服务满十年 不需要 我希望你能够在假公司继续工作 我希望你在假公司工作 开心快乐 但是我不约定 那这个时候各位同学 这个就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对吧 天要不撤风银 人有获悉代福 人心破撤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不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了 那首先购入时借固定资产贷 银行存款 然后出售时 各位看好了 它可不是一项资产了 直接把它净费用了 明白了吗 直接把它净费用 为啥呀 因为你不确定这个人 会不会在你这做 他不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所以这块不要确认资产 那应该是借银行存款 借管理费用等 带固定资产 我说清楚了吗 各位同学 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难度 你发现了吧 没有什么难度 我把道理告诉你了 没有什么难度 那么接下来 我们开始找题情况 考试考过吗 真考过 18分的综合题 当然不是单独考这一个点 就这个点 至少在18分的综合题当中 占3到5分 你说这个分拿的多爽啊 所以好好听 来我们看 9-3 开一下9-3 15年5月 江思购买100套全新公寓 你以优惠价格向职工出售 该公司共有100名职工 其中80名为直接生产人员 20名为总部管理人员 注意啊 这个他给你的这个意思是啥呢 各位 根据受益对象去分 江思 你向直接生产人员出售住房 每套购买价格是100万 就是你给生产人的 这80对应的是100万 然后呢 向职工出售价格是80万 就少说20 你向管理人员出售的住房 购买价格是180万 你看还得当管理人员吧 对吧 你向职工出售的价格是150万 假定该100名职工均在15年度陆续购买了公司出售的住房 销售房租协议约定 职工在取得住房后 必须在公司服务15年 假定房屋未既提折旧 注意这是我家的教材立体没有这句话 所以很多同学啊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说这个房你买了你不提折旧吗 不提 假定不提折旧 OK 他要求 不考虑相关税费编制上述业务会计分路 来吧 我们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你买房 这分路啊 书上没写 买房就借固定资产贷银行存款 一共是1.16亿 这数会算吗 各位同学 这1.16亿这数会不会算 来我给你算一算啊 一共是80套 每套是180 这个 我刚刚是80套不 20套 20个人吧 180 然后再加80套 每套是 100 是不是 80套 每套是100 一共100个人 20个人是行政管理人员 来你算一算 来看数这些数 来 20乘180 这3600 再加上8000 对吧 所以是1.16亿 当时购买时借固定资产 代银行存款 借固定资产代银行存款 然后接下来 发给职工了 你从职工收钱 一共收的是 9400万 这会算吧 20个人 每个人拿150万 80个人 每个人拿80万 所以这个算出来 是 9400万 借银行存款9400 那么实现差个2200 这2200万 就是长期贷摊费用 然后以后期间呢 我们去胎销这个长期贷摊费用 来 摊销的话 按直线法15年 有同学说 这个不考虑货币时间价值吗 这块准确没说 而教材给的例题 包括以前年度的考题 都是直线法摊销了 就这块没有什么货币时间价值一说了 所以直接按照直线法来进行摊销 你看一共是多少 一共是2200万 除以15年 来 2200除以15年 一年是146.67 所以摊销时借应付职工薪酬 贷长期贷摊费用 然后再把这个摊销的金额 根据受益对象来进行分摊 分别进入到生产成本和管理费用当中 我说清楚了吧 这个题没有什么难度的 我跟你讲这就是有一年的考题啊 各位一模一样的例子 只不过数字变了 一模一样的例子啊 所以在这里 各位同学一定要把这道题好好的掌握 因为考试就考它白送分的呀 是不是白送分的呀 好了 那么到此接着我们就把职工福利 以及货币性的和非货币性的 全部给大家介绍到位了啊 那么接下来 还有人不会分摊的 哎呀你是太抽人了 小学数学啊 还有不会分摊 来我给你分一下吧 你看职工薪酬 我给你分一个啊 20个人是管理人员 是吧 20个人管理人员在这呢 20乘以 每个人是少付了多少钱呢 30万 然后除以20年 是不是 来来来看看是不是 每个人是不是少付了30万呢 180的房卖给他150 我20个人 20年 30年 哎呀 就嘴瓢了 20个人 每个人少付这个30万 一共是15年 你算成是不这数来 600除15呗 那么40吗 以此类推介会不会了 啥都不会 你这真的 愁不愁人 来吧 各位同学 我们看考点三 我希望你能够坚持下来考点三 考点三有点打击 会打击你的离职后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但是我们这么多年考试 你一定要把我这话听到心里啊 我们这么多年考试 考离职后福利基本上没有计算 考的都是文字 说清楚了吧 所以各位同学 对于离职后福利的计算 你不需要去抠那个数字 你需要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就可以了 因为一会我们看到的立体 那个里边的数字会比较乱 它不是完全的整数 所以各位同学你要知道 我太了解你们了 说10015万 这个大家高兴 18673254.88 你们马上就疯了 所以一会你看到这些小数 不要太在意它 咱只是把这个方法能够掌握了 最主要的它是考你文字 考什么 等你坚持下来 我就告诉你了啊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于离职后福利的确认和计量 我们首先看第一个离职后福利 顾名思义 什么叫离职 离职 离开本职 是吧 说白了 就是你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 或者是解除与企业的劳动关系之后 提供的各种形式的报酬或者是福利 那最典型的就是养老金 我们国家目前的养老金体系 实际上它就是离职后福利嘛 但是在这里要注意啊 这个短期薪酬和辞退福利 除外 什么叫辞退福利 各位 辞退福利 人家单独和离职后福利 和短期薪酬和其他长期职工福利 是并列关系的 所以如果啊 这个企业裁员把你给裁了 那不叫离职后福利 那叫辞退福利 我说清楚了啊 好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离职后福利计划 我们离职后福利计划呢 这里有两类 第一类叫设定提纯计划 第二类叫设定受益计划 首先说一说什么叫设定提纯 设定受益 这个你从字面上是没法理解的 因为它不是国产的 它是个搏来品 它是从国际财务快递报告准 都翻译过来的 我简单说一说 我们国家目前境内的社保体系 它就是一种设定提纯计划 啥意思 企业向单独的一个主体 缴纳提纯金 然后等到职工 离开企业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那这个时候 企业不再去承担进一步的支付义务 比如说 张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他退休了 是吧 这个时候企业还管吗 不管了 对吧 完全社保给你开工资 我们国家现在就是这样 我们个人也会交社保 你个人交的这个社保 是记录到你个人账户 而企业交的统筹部分的社保 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 不记不住你个人账户 它是统筹的 明白了吗 给现在退休的这些人员 你的长辈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外公外婆 爸爸妈妈 给这些人员开工资 带到有一天你老了 是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 他们工作 然后企业去交统筹部分的养老保险金 给你发工资 所以对于设定提存计划 真的有一天职工退休了 或者是离开企业了 这个企业不再承担进一步的支付义务 换句话说 企业是否承担相要的风险呢 不承担 除以二 我说的话你要认真听 企业是否承担相要的风险 那不承担了呀 那再来说说什么叫设定受益计划 这个设定受益计划 国内基本上没有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万一哪一家有呢 咱不知道 所以呢 基本上没有 啥意思呢 设定受益计划是这样的 说好好干 退休之后 从你退休这天开始 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为止 每年我向你付十万元 你会发现啊 这个人如果他活了八十岁和活了七十岁 你付的金额是不一样的 活的时间越长 你付的金额就越多 活的时间越短 你付的金额就越少 这一种方式直接付现金了 对吧 付货币 还有一种方式说好好干 好好在这干 明白了吗 干到退休之后 一直到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每年我向你付一金黄金 我给你一金黄金 有的直接给黄金 有的是给当时金价一金 所对应的货币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这个风险还在企业这儿 人活的多 活的时间长 你企业付的就多 对吧 人比如说六十岁退休 六十一嘎巴没了 那企业付一年就行了 对吧 六十岁退休 这个老伙计 活到九十五了 还继续呢 那你付的就多啊 三十五年了呀 所以各位 这叫设定受益计划 先把这两个能够分得清 设定提存计划 是企业现在先向一个主体 缴存提存金 带到职工达到退休年龄 或离开企业之后 企业不再付有支付衣物 而设定受益计划 正好跟他反过来 明白了吧 企业这个员工 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之后 我还继续管你 你说这个事儿好不好 好 是吧 好 当然这个企业得足够的硬核 是吧 OK 我们继续来看 首先来看设定提存计划 设定提存计划 是指向独立的基金 缴存固定费用后 企业不再承担 既一部支付义务的 离职后福利计划 看好了 最主要的是 你到了退休的时候 我还需要再去支付吗 不需要给你支付了 明白了吗 那继续 说企业应当在资产付代表日 确认为换取职工 在会计期内 为企业提供服务 而应付设定提存计划的提存金 并作为一项费用 记录当期随意 或相关资产成本 感觉他说的很高 他让说白了 不就是提点保险金吗 对吧 在国内就是提统筹保险 是谁的 就进入到谁的成本费用呗 生产工人的生产成本 生产车间 管理人的制造费用 行政管理人 管理费用 销售人员销售人员工程员 在监控程员研发人员研发支出 然后代应付职工薪酬 明白了 我们国家啊 这个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 就是这个 所以大家看一下 借国内费用等 代应付职工薪酬 然后你把这个钱 向提存的这个主体 我们国家就是社保余曼 对吧 向社会保险机构去交的时候 那你借应付职工薪酬 代银行存款 说清楚了吗 我跟你讲 你感觉它简单 等一会儿你哭的时候 你就不在这瞎白骨了 明白了吗 还要说我是路伯的一瞎呀 来 做个题 9-4 甲企为国内人员设定了一项企业年金 每月该企业按照每个国内人员工资的5% 向独立于甲企业的年金基金 缴纯年金 各位 什么叫年金 什么叫年金呢 年金其实就是补充保险 补充养老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它其实就是补充保险 那么再来年金基金将其记录该管理人员的个人账户 并负责资金运作 该管理人员退休时可以一次性获得其个人账户的累积额 包括公司历年缴纯以及相应的投资收益 企业给你交纳补充养老保险 这个钱都是你的 然后这个单独的主体 比如说这个基金公司 它拿着你这个钱去运作 运作之后 比如说买股票买债券 发投资 投资赚了钱 它留一部分剩的都是你的 继续 公司除了按照规定向年金基金缴纯之外 不再富有其他一物 看好了 我缴完之后真的有一天你退休了 我还管你吗 不管了 对吧 不管了 所以你会发现 它没有继续负担一物 它是一项设定提存计划 既不享有缴纯资金产生收益 也不承担投资风险 真的这个基金给你玩亏了 你自己去担折 因此该福利计划为设定提存计划 继续 用年按照该计划安排 该企业向年金基金缴纯金额为一千万元 不考虑相关税费 问题上述又怎么编分数 很简单 各位 你是把钱交出去了呀 对吧 给谁交的呀 来 果立日元 那这事简单了 先记题来 借国立费用一千 带应付职工薪酬一千 实际上缴时 借应付职工薪酬一千 带银行存款一千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你发现了吧 只不过你看着它比较高大上 你发现了吧 但实际上没有什么难度 来 真正难的是设定受益计划 各位 有点难度 但是你抱着一个平常心去学它 慢慢我发现这个东西 如果你真的抱着一个平常心去学它 也不难 来 设定受益计划 什么叫设定受益计划呢 排除 不是设定提纯计划的 就是设定受益计划 我们看一下 设定受益计划是指 企业在年金计划中 根据一定标准 确定每个职工退休后 每年的年金受益水平 由此 报算出每期英伟职工 缴费的金额 什么意思 各位同学 来 我举个例子 小王同学 就你了 别打字了 再打字的话 说不定一会儿你就 被我送到那边去了 来 小王同学呢 是假公司的员工 今年已经55岁了 这就是你打字的代价 今年已经55岁了 然后讲一次跟小王同学呢 签个协议说 这就比较小王呢 老王吧 老王不好听 就小王 说小王这样 你在我公司干 好好干 再干五年 你就可以退休了 60岁退休 然后退休之后 我每年都向你付10万元 你看这事好不好 所以他现在是55岁 现在是55岁 哎这怎么又掉了 这是60 今天这瓶怎么回事 跟我俩唱反调 换个笔 来 这是55 这是60 好 说60岁以后啊 每年给你10万 那接下来这就个问题 我得估算一下 这人能活到多大 他活90我得付30年呢 对不对 假如说 咱简化点 1 2 3 4 5 6 7 70岁 不特指啊 所以别瞎打字 一会瞎打字 我让你活到61岁啊 来 假如说他活到70岁 我需要向他支付10年 每年10万 每年的年末 你都得给人10万 对不对 一共是10年 一共是10年 那么接下来你看一下 我是不是只要在60岁 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的评 我是不是只要在60岁这一天 有一笔金额 X存到一个基金公司 然后已知利率是I 我每年都可以从这个基金公司取出10万 所以各位这是什么 这不就是年金吗 对吧 这就是年金 所以接下来我可以拿10去乘一个P A 利率I 7数10年 我是不是可以算出这个年金到60岁这个点 它的限制 那我随便蒙个数啊 这数当然是不准的 比如说7数万 这数字是不准的 75万元 也就是说到60岁这一天 我有75万元 我把它存到银行 或者是其他的金融机构 利率是I的情况下 我每年能够从这个银行 或者是这个基金公司取出10万 这10万干什么 给到这位职工 对吧 给这个职工 那问题是现在是60岁了吗 现在还没 现在是55岁 它还5年 1 2 3 4 5 这是60岁 这是55岁 它还有5年 只要在这个点 我有75万元就可以了 那平均每一年是多少 那就把75去除以5 年15 所以每一年是15万 对吧 每一年是15万 加在一块不就75万吗 因为它现在是55岁 从55到60 它要给我提供5年的服务 所以我把这75万除以5年 算出每一年是15万 各位这15万叫什么 叫福利单元 但是这个福利单元 你不用管它 这个福利单元你不用管它 接下来还有问题 我是不是只要到60岁这一天 我有75万就行了 那么这15万 我只要到这一天 有5个15万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到60这天 我有5个15万不就可以了吗 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 对吧 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没有必要在这个点 就是15万 说白了你把钱存到银行 每年资深利息滚啊滚滚啊滚 滚到60岁变成15万了 第二年同样如此 所以是不是可以往前折算它的限制 对吧 所以第一年那就是15 去除以1加i的四次方 你看看是不是四年 来跟我说 1234 除四年 以此类罪第二年呢 15除以1加i的三次方 这是多少 15除以1加i的二次方 15除以1加i的一次方 到最后一年 15自己本身就是15了 甭折了 看到了吗 把这些数字 其实就是我要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设定受益计划的过程 没有什么难度 经过两次折线而已 先折到退休那个点 我需要有多少钱 我每年才能给人付出去 然后再从现在到60岁 到退休那个时点 我算出每一个平均的福利单元 然后我再折一个 就OK了 其实就这点事 其实说来就这点事 来我们看一下 那么对于设定受益计划 关键点是什么 关键点是你得算出来 人家到底能够在这个 退休之后活多少年 所以掐指一算 这个员工能活到死 这是开玩笑 对吧 谁活不到死都能活到死 所以这里就有什么 精算 各位同学多说一句 我们还有一个 资格叫精算师 所以要找精算师 要他来精算 根据什么 根据社会的整体的医疗水平 根据你身体的健康情况 一系列的来进行精算 算个平均值 这个不是算命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了设定提存计划 也讲完了设定受益计划 那么接下来你看一看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大家注意 在选择题的时候 要会选择啊 在设定提存计划下 风险实质上是由职工来承担 你想想是不是 提存计划交到了主体 提存 是吧 就想那养老保险交给社保了 未来开多开少 跟企业没有关系 开的多收益你来承 是吧 开的少风险你来承 所以这个最终的风险 是由职工来进行承担的 而设定收益计划呢 我承诺了 每年给你一斤黄金 每年给你十万块钱 如果钱通过膨胀了 那这个对于企业来说 定好了十万块钱 对于企业来说是有益的 但如果钱升值了呢 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利的 所以最后实际上 这个风险谁来承担呢 是企业来承担 说清楚了吧 那接下来 我们说企业富有下列法定义务的 该计划就是一项设定受益计划 第一个 说计划福利公式不仅仅 与提存金的金额相关 企业要求企业在资产不足以 满足该公式福利时 提供进一步的提存金 啥意思 我现在算出来了 每年需要给人一金黄金 但是按照现在的金价 我们算出来一个金额 对吧 每年付多少 那假如说有一天金价上涨了呢 那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 你当时缴给这个基金公司 这个提存金不够了 怎么办 你进一步的给我缴 不够你就给我缴 所以你看风险谁承担 企业承担 第二 说通过计划间接或直接的 对提存金的特定回报 做出担保 我们说的回报率是5% 如果低于5% 这个差格部分 你企业要承担 因为你做出了担保 所以这两个你会发现 最终都是企业 他来承担风险 对吧 都是企业来承担风险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看 对于设定受益计划 核算的四个步骤 首先第一步 是确定设定受益的 义务的限值和当期服务成本 各位 这个当期服务成本 要求大家会计算 当期服务成本 要求大家会计算 第二 确定设定受益计划 净负债或净资产 第三 确定应当记录 当期随意的金额 第四步 确定应当记录到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你会发现 当期随意和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地方我画两个星 啥意思啊 考试就考你 哪些进当期随意 哪些进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考试要考你的 多说多说 考点难的 那就是当期的服务成本是多少 别的基本上不会设计 为什么 我跟你说原因啊 就是国内 他没有普及 国内基本上没有 所以考他的意义不大 偶尔年度会考这么一个T 所以大家心态要平和且平稳 但是不代表说我讲你可以不认真听啊 来我们看第一步 说确定设定收益 义务限制和当期服务成本 说企业应当通过下列两步骤 来确定设定受益 计划义务的限制和当期服务成本 首先第一个根据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预期的单位累计福利法 这个东西你不用管 这个单位福利这个东西你不用管 真的考试会给你的 采用无偏且相互一致的精算假设 对有关人口统计变量 比如说职工的离职率或死亡率等 和财务变量 比如说未来薪金和医疗费用的增加等 做出估计 计量设定受益计划所产生的义务 并确定相关义务归属的期间 好这是第一个 那么这里我刚才说了 这个累计福利单位法不用管 考试给你 第二根据资产负债表日 与设定受益计划义务期限 和币种相匹配的国债或活跃市场上的 高质量公司的债券的市场收益率 来确定折限率 第二步说白了就要找折限率 还是题目的一致条件 将设定义务 产生的义务的限制算出来 然后再算出来当期服务成本 那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设定受益义务的限制指的是什么 是指在不扣除任何计划资产的情况下 为履行当期和以前期间职工服务 产生义务所需要预期支付额的限制 什么意思 一会儿你会看到其实我们这里是有什么的 是有设定受益资产的 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比如说到了职工达到退休年龄之后 我需要给人发每年十万元 那这个钱我不是说从现在开始攒呢 不是攒钱呢 各位 你是需要缴到一个主体 比如说某个基金公司 而这个基金公司是拿着这笔钱去替你运作 你把钱给了基金公司不相当于是形成一项资产吗 对吧 这是一项建屋资产的 所以它是有资产的 而我们这里说设定受益义务的限制 一会儿我们举例来说 我们看书的9-5这道例题 假设在14年1月1日建立一项福利计划 向其未来退休的管理人员提供退休补贴 退休补贴根据工领有所不同的层次 该计划于当日开始实施 该福利计划为一项设定受益计划 假设管理人员退休时 企业将每年向其支付退休补贴直至其去世 通常企业应当根据生命周期表对死亡率进行精算 那这个你不用管了 并考虑退休补贴的增长率等因素 将退休补贴折现到退休时点 然后再按照预期累计福利单位法 在职工服务期进行分配 这跟我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假设有一个55岁的管理人员在14年初录职 年折限率10% 预计该职工将在服务5年后即19年退休 那么下表展示了企业如何去计算单位福利 那么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去读了 这里他给了个数看到了吗 6550啥意思 各位你还记得刚才我举的那个例子吗 60岁55岁 然后预计他可以活到70岁 对吧 然后我说每年给多少钱 每年给多少钱 把他都给我折到60岁 这个点 那么这个点算出的限值 就是6550 有个同学说才6000多个钱啊 数字不重要 重要你要知道这个数字是哪个数 是到60岁这一天 我需要有6550 明白了吧 这个题直接告诉你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到60岁这一天 我需要有6550 你现在是55岁对不对 那么到60岁还有几年 是不是还有五年 算一下来 6550除以五年 每年是多少 1310来看 每年都是1310 对吧 每年都是1310 然后接下来各位 我们看一下 第一年年末的1310 我要不要有这么多 我说过了不需要 你发现了吧 我不需要这么多 因为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 我假设把它存到了一个银行 或基金公司 每年是有利息的 只要到18年年底 我有1310就可以了 所以你会发现 我当期的服务成本是890 那这890怎么算的 各位看好了 12345 只要到这个点 我有1310就可以了 我现在把它折 折到这个点 算这个点的限制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负力的限制 所以它是四次方 它是四次方 你数数呗 这会是1234 这是四个七啊 所以四次方 1310除以1加10%的四次方 算来是890 你七出有吗 没有 所以七末义务也是890 来到了第二年 到15年 七出义务还是890 那你想一想 我是不是相当于有本金了 有本金会滋生利息的 所以我算利息 那就八百九的百分之十 拿年初的本金 乘以实际利率 算出来当期的利息是89 然后当期服务成本是多少 是不是这个1310 只要折到这个点就可以了 算这个点 P体的限制 所以是1310除以1加10%的三次方 算出来是980 OK 那七末的义务是多少 各位七末义务怎么算 拿七出的义务 加上本期的利息 加上当期的服务成本 就是你七末的义务 所以你的七末义务是1959 1959 来到了下一年 七出的1959 四捨五路了 变成1960了 看到了 四捨五路了 变成1960了 一会儿你再问我 1960怎么来的 有了本 拿它乘10%算利息 所以利息是196 那么只要这个点 我有1310就可以了 我把它折到现在 算P两品 是不是1310除以1加10%的平方 那么七末义务呢 七末义务那就是七出的 1960 加本期的利息 196 加当期的服务成本 1080 等于七末义务 三二三六 那是啥叫七末义务啊 说白了 不就是应付职工薪酬的七末余额吗 我一共现在有这么多钱 对吧 来 继续 到了下一年年初是 3240 注意要四捨五路了 拿它乘10%算出来 324 当期的服务成本 是不是只要折一年就可以了 P三品 所以是1310除以1加10% 然后算出来是1190 那七末义务呢 应该是年初的 加上当期的利息 再加上我们的当期服务成本 算了七末义务是4754 到下一年年初4760 四捨五路 以此类推 到最后算的是6546 但是我们6550 这个就是忽略了 这是来自于准则的立体啊 就是全都是四捨五路了 所以到最后就是6550了 明白了吗 啥意思 各位看好 到这个点 我已经算出来有6550了 然后把它存到银行 或者存到基金公司 利率是10% 我每年就可以 拿出一个固定的金额 去给这名国立人员了 这个过程OK了吧 没啥难度 没有什么难度 我们进来看快处理呗 首先在14年 我当期的服务成本 看表格啊 看139页那个表格的 当期服务成本 第一年多少 890 所以借国立费用890 带应付职工薪酬 890 这是我当期的服务成本 然后接下来 第一年有利息吗 各位第一年没有利息 过了 第一年年初是没有的 所以到了年末 我有890 到了第二年 当期服务成本是980 借管理费用980 带应付职工薪酬 980 各位有利息了 有利息了 利息把它借到财务费用当中 借财务费用89 看那个表格 139页 第二年那个利息 是不是89 然后带应付职工薪酬89 以此类推 做啊做啊做啊做 做到18年的年末的时候 各位同学 这个应付职工薪酬 它的代方预格就是6550了 我要的也是6550 对吧 所以我有了6550就OK了 OK 我们接下来看9-6 假设财务司在14年1月1日设立一项设定受益计划 并于当日开始实施 该设定受益计划的具体规定如下 第一个 假设向所有在职员工提供统筹外补充退休金 这些职工在退休后每年可以获得12万元的退休金直至去世 二职工获得该退休金基于自该计划开始日为公司提供服务 而且应当自该设定受益计划开始一直为公司服务之退休 为简化起见 符合计划规定的职工为100人 当前平均年龄为40岁 退休年龄为60岁 还可以为公司服务20年 假设在退休前无人离职 退休后的平均寿命为15年 就是都活到75岁 嘎巴到75岁一喊一二三集体结束 当然这些都是约的 都是估计出来精算是精算出来 那折线率是10% 并且假设不考虑未来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 我们看一下实际上他现在在做什么 各位这表格很复杂 你根本就不用看 各位这啥呀 你每年给人多少钱 来来来找找找找 每年给多少钱12万 一共多少个人 100个人 有离职的吗 没有 统一活到多少岁 75岁 是不是就是每年都是120万 一共是15年 是不是每年都是120万 一共15年 从60岁 一直到75岁 每年都是120万 那现在我要干什么 我要算出到60岁这个点的限值 各位这是啥呀 年金 是不是年金呢 所以直接拿120去乘以 P-A利率10% 期数是15的年金 限值系数 这个数字算出来的和我们这个表格最后最后 给到你的是一样的 就这个 是一样的 明白了 9127 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一年一年折的 然后给了负利限制系数 一年一年折 这不就是年金吗 所以直接用年金就可以了 说清楚了吗 1200 这是1200 这是1200 一共是100个人 每人12 是1200 说清楚了吗 好 那就相当于到这个点 看好了 到这个点为止 我这数有了是多少是 9127 来 9127 来往前翻一下 跟这个题 看 这个点 6550 有啥区别 没啥区别 只不过上面这个题 6550 我直接给你 不需要你算 而下边这个题 9127 我需要你算 不就这点事吗 那接下来各位同学 有了9127 接下来干什么 你现在说40岁 一直到60岁 几年 20年 所以把9127 给我除以20 算出每一年的单位 福利单元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看一下 9127 来 9127 除以20 每一年是456.35 所以你看 每一年是456.35 那跟我们刚才算的 不就一样了吗 我们刚才那是整数 对不对 刚才算的那个是整数 1310 这个带小数了 我说过了 带小数你们就爱蒙 所以下边该给你写的 该给你注释的 我都给你注释清楚了 OK 算一期啊 第一年 第一年40岁的年末 到60岁 各位 这是多少年 19年 不是20年啊 19年 所以拿456.35 去除以 1加10%的19次方 那算出来是74.62 这74.62 就是你当期的服务成本 考试上你算一个当期服务成本 你会算不 没啥难度吧 对吧 好 到了第二年年初 年初的义务 74.62 拿它乘10% 算出利息是7.46 而第二年当期的服务成本 82.08 拿来的 拿每个服务单元的456.35 去除以1加10%的18次方 然后期末义务 那就是年初的加利息 加上当期的服务成本 就是你期末的义务 以此类推一共20年 到最后就是9127 没问题了吧 那么快递分数也很简单 第一年借国内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都这么做 然后接下来有利息了 那利息就是借财务费用 然后带应付职工薪酬 第二年借国内费用 带应付职工薪酬 这是第二年的服务成本 这是利息 以后以此类推 所以实际上我们就是两次折现的过程 你发现了吧 来看好了 这是退休 这是去世 这是现债 你发现其实我们就是两次 首先我得算出来 这个人从退休之后一直到去世 我需要每年付给他多少钱 所以每年都付相等金额的情况下 这就是年金 然后先把年金折到这个点算P 有了这个点的限值P 然后从现在一直到退休 一共是几年呢 把这个P去除以这个年限N 接下来算出来的这个X 就是每一年的福利单元 它可不是当年的服务成本 是每一年的福利单元 然后再拿这个去除以1加I的N次方小N 往后折嘛 从退休这个点 我这个X我折到现在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很简单吧 对吧 所以有点财管基础的就OK了 有同学说那个利息为啥进财务费用 那利息不进财务费用进哪啊 对吧 利息不进财务费用进哪啊 是要增加财务费用的啊 好 这是我们第一步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步 第一步我们算限值和当期服务成本了 那接下来要确定收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 它可不是说资产或负债对不对 是净负债或净资产 加了个净说明什么 要么是净负债 要么是净资产 啥意思 刚才我说过了 你这个钱呢 你不是自己揣自己腰包里了 说哎 每天我攒钱 不是的 你是把它交到一个基金公司 由基金公司来替你运作 对不对 所以基金公司 你把钱给他了 就相当于有一项资产 明白了吗 就相当于买了一项基金资产 所以这里会有资产 也会有负债 负债就是你确认的应付职工薪酬 那你把钱花出去 放到这个基金公司 就会有个资产 所以我们到底看一看 是资产大还是负债大 资产大那就形成净资产 负债大那就形成净负债 所以我们说设定受益计划存在资产的 应当将设定受益计划 义务的限制 减去设定受益计划资产 公寓价值所形成的资质 或者盈余 确认有一项计划的净负债 或净资产 如果是资质 那就负债多 对吧 负债多 负债多那就净负债 如果是盈余 那就资产 那就是净资产 这个没有什么难度 是吧 那接下来请大家看一下 141 141这里有个解题高手 有时间你就看一看 其实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没有时间你就过 没有时间你就过 那接下来说设定受益计划存在盈余的 应当以设定受益计划的盈余 和资产上限量者注意注意 熟低者计量设定受益计划的净资产 哎 这啥意思啊 我们说设定受益计划 如果有盈余 这是一项净资产 对吧 那是不是这个净资产是多少 你就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资产多少呢 都注意不是啊 比如说净资产是10亿 那这里还有一个叫资产上限 资产上限两种情况 第一种12亿 第二种9亿 注意 熟低者计量 第一种情况12亿 我按10亿去计量净资产就可以了 第二种是9亿 我按照9亿来计量净资产就可以了 那说什么叫资产上限考试题目 以知条件 如果真考你直接告诉你资产上限 他想考你的是熟低者计量 但是记住这个不是所谓的谨慎性 他不是什么谨慎性 他执行的或者说他的背后的原理是资产减值 他背后的原理是资产在减值 说白了资产他的账面价值高于了他的可收回金额 所以这块实际上是减值了 所以我两者熟低计量 各位同学不用纠结 因为真要是考你 给你个净资产 多说让你算出一个净资产 然后给你个资产上限 一笔按多少计量就直接OK了 说清楚了 那么这个计划资产要包括哪些 包括比如说长期之工福利 所持有的资产以及符合条件的保单 但不包括 注意啊 不包括 这个适当关注文字版的选择题 应付但未付给基金提存金 你该付没付的当然不能包括 这钱我说了我要上你的去买这个基金 但我没买呢能包括吗 这个是我的资产吗 是我这个跟设定收益计划有关的资产吗 注意不是还没买呢 以及有企业发行 并用基金公司持有的不可转换的金融工具 我企业发行出来了 但是你基金公司持有了 说白了你持有我的东西 这个不包括在我们的资产当中 好各位这块简单了解 钟老师我就想听明白 好三个小时能给你讲明白 你听吧考试不考 你听吗 你听我也不跟你讲 三个小时能搞定 所以不用管他了 好这块真的考试考你什么 各位同学 真的考试就考你这个净负债和净资产 你给我确认一下就行了 很简单 我们举个例子 承接的是9-6 简定该公司有5000名管理人员 按照累计福利单位把计算出来的 上述设定受益计划的总负债是3个亿 给你个总负债了 若该企专门购置了国债作为计划资产 你把这个钱去买国债吗 那么该国债在15年的公益价值为1个亿 假设该国债仅能用于偿付企业福利计划负债 除非在支付所有计划负债之后尚有盈余 就是你只能去拿这个国债去偿付你现在做出来的这个设定受益计划所匹配的负债 且除了福利计划负债以外 该企业的其他债券人不得要求偿还其他负债 专款专用 公司没有最低缴存额的限值 整个设定受益计划的净负债是2个亿 这会算吗 你的负债是3个亿对不对 你的资产多少钱呢 资产是1个亿 算出来不是2个亿吗 注意取绝对值 取绝对值 所以算出来的净负债是2个亿 来假设这国债供应价是4个亿呢 你的负债是3 资产是4 算出来是-1取绝对值 那就是1个亿 但这1个亿是不是你的净资产呢 你别忘了要和资产的上限进行比较 题目当中告诉你说资产的上限是1.5个亿 那这个时候你的净资产就是1个亿 假如资产的上限是0.8个亿 那么你的净资产就是0.8个亿 说清楚了吗 OK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第二步 我们先稍事休息 欢欢脑子回来 第三步和第四步是要考你的哪些进水意 哪些进所有者权益 OK 好了 我们先稍事休息十分钟左右 一会儿回来 我们先在这儿 稍事休息十分钟后 我们先准备